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16日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第三个视频 内容是美国军员已经运抵欧洲转运乌克兰 如果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攻击 英国将独立直接做出反应 乌克兰喜获捷克援助的20台多管超远程火箭炮 还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好吧,先来分享这组令人振奋的消息 说捷克又向乌克兰援助了20台RM70多管超远程火箭炮 这是捷克自上次对乌克兰援助T-72坦克后的再一次军援 这些重型武器的不断到达 为乌克兰部队接下来打赢乌冬这场决定性的大战增添了胜利的筹码 资料显示,捷克的RM70多管远程火箭炮射程远程程度高 可以对目标密集发射 10秒内就可以打出28枚122毫米的火箭弹 是目前国际火箭炮武器库中较为先进的一种 其前身是前苏联制造的BM-21 经过多次改进升级,性能得到了大的提升 今天,英国对俄罗斯又发出了强硬的声音 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高官称 如果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确实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 英国将独立直接做出反应 在没有北约投票决定的情况下,采取自己的行动 毫无疑问,如果证据确凿,那英国是准备出手了 美国方面,援助给乌克兰的重型武器已经到达了德国的布莱梅 由德国派出的军用专列送往乌克兰 美国发言人普萨基前天就放出喊话说 俄罗斯轰炸基辅已经越过了北约的底线 谁敢动北约的援助车辆就会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俄乌战士很明显是越来越对俄罗斯不利 这种现实的情况呢,俄罗斯自己心里也清楚 只是呢,自己酿的苦酒含着泪也得咽下去 表面上呢,还得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忍着心里的苦也要把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完成 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战场上谁占据上风 那我们整天从网上看到的那些资料就能够知道 整个战区都是俄军被打火的坦克和装甲车残骸 还不断的听说俄罗斯的将军被击毙 前天呢,莫斯科号又被打沉了 现在的俄罗斯啊,是乌漏又缝连阴雨 战场上被打的溃不成军,损失惨重 如果这个时候撤军呢,就是标志失败 在失去大量装备和战斗人员后呢 想取得此前有效的进展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啊,乌克兰军队并不像过去有些战争中那样越打越弱 从兵员和军事装备的不断增强来看 那乌克兰军队的实力比刚开战的时候可是有所倍增啊 而俄军呢,已经被削弱 这种反差已经造成了俄军是处处被动 更让俄军看不到希望 信息化程度差距呢,也是越来越大 经常可以听到乌克兰军队有断掉俄军的消息 可从来没有听说俄军有效的摧毁过乌军的有生力量 战场上一直取得不了进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被国际上经济制裁压得喘不过气来 国内呢,反战声音也是越来越强 内部的矛盾随时都会爆发 综合以上的这些情况呢 俄罗斯不得不做出撤军的想法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委员会主席克里莫夫就表示了 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啊 不打算再延长了,将按计划很快结束 俄罗斯最新的计划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但是开战时候的计划是要把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克里米亚主权归俄罗斯 承认断巴斯地区的卢干斯克断涅斯克的独立 然后推翻泽连斯基政府,建立秦俄政府 再然后在基辅大街上以占领者的身份炫耀自己的胜利 然后再花钱请一些群众演员用鲜花迎接他们 而不是现在的从北线全面撤军到乌东战场上苦苦支撑 有迹象表明呢,俄罗斯军队正在乌东地区和俄边境一带修建军事基地 为接下来长期控制乌东做准备 因为他们只要一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大军马上就会把他们的几十年的渗透的势力从乌东赶出去 所以啊,俄军会一直想驻扎在乌东地区 也就是说呢,俄罗斯不会很快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5月9日之前不会,近期也不会 这场战争很有可能会持续到年底甚至是更长 咱们在今天的第一个视频里提到 以色列今天轰炸叙利亚 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全部压火 乌克兰军队呢,在哈尔科夫方向连续出动武装直升机 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且连连得手,更能证明啊 俄罗斯此前所说的S300、S400等等 那些防空武器都是假摆设 美国五角大楼呢,最近两天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评估 说这么多年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本想着吧,俄罗斯经常吹的是乌嚷乌嚷的 它应该有两下子 没想到呢,俄乌战争中表现的这么拉宽 事实上呢,也确实这样 俄军的钢铁轰流被打成了废铁 带兵的将军被连续割韭菜 海军的主力舰船已经被打成了三艘 更让俄罗斯悲痛的是啊 每一艘军舰被打成时 还都带上一些俄海军的重要装备 比如那艘大型的登陆舰在港口被击撑时 那时候登陆舰上有很多运往战区的 坦克装甲车和武器弹药 也是被击中要害引爆了弹药库 同时呢,因为爆炸还炸上了附近的两艘军舰 这在战争史上也只有俄罗斯军队能够做到 并且呢,这一次俄罗斯被打船的军舰可是目前水面上排航最强的俄罗斯军舰 那这艘军舰真的就是乌克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给击沉的吗?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啊,已经提到过 英国的援助的反舰导弹早就部署到位了 乌克兰会不会是故意这样说 怕俄罗斯把英国恨得要死呢? 有一个明显的迹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海王星命中俄军舰之前啊,没有遇到任何的防空阻挡 更能说明这两枚导弹具有先进的突防性能 乌克兰的技术暂时还达不到 而俄军军舰的远防和近防呢,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乌东地区正在怨念着一场大战 近期俄罗斯呢,是不断向乌克兰提出求和 而乌克兰方面呢,是态度坚决 回应俄罗斯必须把段巴斯这场决战打完再说 看似乌克兰军队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 否则不会把谈判的时间定在这场大战之后 战争它就是这样 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战场上都能解决 以前俄罗斯相信拳头说了算,实力就是话语权 现在呢,风水轮流转 乌克兰也跟着俄罗斯学会了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善 开战之前,乌克兰和平的声音被俄罗斯拒绝 在毫无防备的被动下迎战 苍天呢,眷顾着每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家 乌克兰黑土地上的淤泥都在帮助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乌克兰人民 埋葬侵略者 说乌克兰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一点都不过 为了核武不扩散,接受了销毁条约 为世界核控付出过 也因为自己太慈善,失去了克里米亚 好人可能被欺负一时 邪恶的强大却不会长久 乌克兰现在已经迎来了转机 什么时候开战,侵略者说了算 那什么时候结束战争可就不是俄罗斯能说了算的事了 讨到了便宜就想打,一看要吃亏呢就想溜 那不都是俄罗斯的好事了吗 想跑啊,没那么容易,等着接受最痛苦的后果吧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